2020年11月,绿卡面试亲身经历,蔡律师案,本文是我们律所的一位美女同事,根据最近的亲身经历写作的。 她此前作为翻译还陪同其他绿卡申请人,去过在移民局办公室的I-485面试,有职业移民也有亲属移民,包括曾经有各种复杂背景情况的,在面试后顺利获得批准。 我们新为名律所帮助上千位,来自中国的申请人顺利取得了各类绿卡批准,并且为大家提供了众多视频和文章说明。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频道,绿卡面试经历,绿卡持有人为配偶办绿卡,几个月内获得批准。 我在不久前提交了亲属移民申请,FRA类别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没有排期,I-130和I-485可以同时提交,办起来很快。 因为我在律所工作期间,已经为客户们办理过无数这类申请,自己的申请办起来也就很快。 我们律所的同事们绝大多数出生在中国,其中许多是通过EBA和NIW取得绿卡的,还有通过律所支持的工作签证和老公证取得绿卡的。 我自己的父母是杰出的科研人员,他们的申请帮助我拿到了美国绿卡。 我们的几千位中国客户里面,以上几种情况都很常见。 按照面试通知上schedule的时间,今天我陪老公去参加I-485面试。 因为通知上说需要提前15分钟到,不要去得太早。 但是因为怕路上堵车,我们提早出门了,路上挺顺利的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面试地点。 我们待在车里等着,离面试时间还有15分钟的时候,我们戴好口罩、手套、面罩,前面有塑料挡摆的。 来到了面试地点的门口,门口没有人排队,我们给门口的工作人员看了面试通知,他就让我们进去过安检。 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,但是不能用那种戴呼吸法的口罩。 过安检时没让我们脱鞋子,但需要摘下腰带,把手机和手表等放进安检盒子里。 过了安检以后,我们就走进里面的大厅等待面试。 大厅里只有十几个人在等面试,大厅的座位都按照安全距离划分了,标注了哪些座位可以坐,哪些座位不可以坐,不能坐的位子被交代拦了起来。 我老公把面试通知交给前面窗口的工作人员,并拿了号码,然后我们找了座位等着,大约等了半个小时,面试官出来叫到了我们的号码。 起初没有想到人数不多还要等那么久,后来发现绿卡面试的内容很详细,他也戴着口罩,我们跟他过去,面试官先试问候,然后介绍他自己,并说,今天由我来给你们面试。 还问道,你们今天有律师陪同吗?我们说没有,我自己就在移民律所工作,对流程很熟悉。 你们需要翻译吗?我们说不用,如果要翻译需要事先填写G1256表。 我曾经作为翻译在这个移民局办公室陪同客户,参加过I-485面试,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,面试官的桌子上安装了一个塑料挡板。 面试官先含暄了一下,问道,你们开过来路上怎么样吗?我们说挺顺利的,然后,我们站立宣誓,并且拿出驾照和护照验证身份号。 面试官让我老公,I-485申请人,摘下口罩拍照,拍照好了,面试官让他戴上口罩,然后让他打指纹,打了指纹后我老公又戴上手套。 接下来,面试官说,我现在要开始问你们一些问题,如果你们没听清楚或者没听明白,可以问我。 我请谁来回答,另一个人请不要抢着说,也不要试图帮助对方回答。 这位面试官语速比较慢,说话非常清楚,可能他觉得戴着口罩说话怕我们听不清楚。 蔡律师在一个月前在另外一个移民局办公室,参加面试后也提到了这个问题,戴口罩交流时要注意认真听对方说话。 面试官很认真地把I-485和I-130表格上面的所有问题,几乎都问了一遍,又交叉着分别问了我和我老公,有关对方的一些问题,看我们是否对佩洛的背景和生活,有足够了解。 比如说,佩洛的生日,目前在哪里工作,工作职位是什么,佩洛之前做过什么工作,结过几次婚,是否有孩子等等。 有一些问题是表格上没有的,比如说,佩洛为什么选择现在的工作,对方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和在哪里,就读研究生,学的什么专业等等。 有一些问题,面试官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,不只问一次。 比如,问我结了几次婚,我说一次,他接着问,结的这次婚就是你身边的这一位是吗? 我说是的,面试官又问我老公同样的问题,还问我们是否有孩子。 然后同样的问题又问我老公一次。 面试官把S85表格上,part8里面的那80个问题,也几乎全都问了一遍。 当问完了我老公是否是党员这个问题以后,面试官又问我老公是否曾经在中国上过大学, 然后又问了一些我老公签证身份的问题,确认他在美国期间一直保持了合法的身份。 我们整个面试过程大约30分钟,面试结束时,面试官所需要的材料都集了,并给了我们一张notice。 面试后第二个工作日,我们从网上查询,我老公的绿卡申请得到了批准。 总体来说,面试时被问到的问题大多数是基于事实的,包括对申请人背景的了解,和S85表格上面的各种标准问题,在正常情况下都应该能回答上来。 但是,根据美国移民局最近发布的信息,亲属移民的S85表格申请,在2020财政年度的第三季度,批准了25799份,被拒了12066份,也就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申请被拒,这个比例相当高。 可能是因为美国移民政策在这方面,比以前更加严格,包括审查申请人真实的亲属关系,以及经济担保,公众负担I-944表等问题,据说以后I-864经济担保,表格也要更严格审查。 另外,政治庇护I-589申请,现在等待时间比较长,而且根据移民局的统计数字批准比例,只有30%左右。 因此,办过政治庇护但是没有获得批准的申请人,后来办亲属移民的也在增加,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移民局,对于亲属移民的严格审查。 总之,在I-485面试之前,需要好好的准备,把表格上的问题都仔细看看,如果有律师可以和律师一起先做好准备工作,也可以阅读我们律所在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频道发布的众多面试经历作为参考。 目前,律师和翻译都可以通过电话远程,参加在移民局办公室的面试。 面试时候,要听清楚问题,回答是要正确和真实。 面试官如果用不同的方式反复提问某个问题,应该耐心地回答,认真的解释,面试官只是在确认他不会miss掉一些细节问题。 还要强调一点,面试的时候穿着要正式,以表示对面试官的尊重,也会给面试官留下好的印象。 祝你好运。 附录,2020年10月的绿卡批准案例,在美国移民局党员新归后的绿卡批准。 本文介绍2020年10月,在美国移民局发布关于新的Policy Manual以后,我们律所为曾经是党员的两位申请人在I-485面试后,取得绿卡批准的经历。 更多相关背景信息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频道,搜索New Women,和微信公众号内容。 这两位申请人在2020年10月,先后在两处移民局办公室,参加了I-485面试,分别在美国南部和东北部地区。 在面试后几天到两三周,他们各自收到了绿卡批准的消息。 申请人来到美国的时间不久,不到一年,也没有另外提交I-601豁免申请。 其中一位申请人死前多年,在一家军队院校工作。 另一位申请人在国有企业,担任中层领导职务。 两个人的英语都不算流利。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,www.nwmlaw.com,帮助上千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,获得了旅卡批准,包括有各种复杂背景情况的。 具体到这两位申请人,我们通过电话和他们讨论了背景情况,解释了I-485表格上面的常见问题,并且解释了在移民局办公室面试的流程和注意事项。 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,工作经历,家庭信息,背景材料,过去若干年的生活,我们帮助申请人准备了英文的statement,并且通过中文向申请人说明了详细内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。 在I-485面试时,这两位申请人,虽然居住在不同的州,但是都遇到了移民官同样的问题,而且对于前因后果和具体内容问的比较详细。 因为我们事先已经做了充分准备,参见我们其他视频的具体说明,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简单清晰的回复和解释,就没有遇到更多问题。 同时,我们听说,一些申请人在面试时,强调为了找一个好工作,为了增加工作机会,不了解也不关心更多事情,自然而然就加入了又退出了,为了让老师或者家长满意,等等理由。 但是,这些一般都不是移民官接受的解释。 一些绿卡申请人因此而在I-485面试,或者在中国广州的移民签证面试以后,遇到了严重问题,包括RFE、NOID,以及申请被拒。 根据相关规定,申请人如果曾经是党员,需要在I-485表的两个地方相应填写。 其中一处,Part 8,Question 56,专门问到申请人是否曾经是党员。 另一处,在Part 8开头的地方,要求申请人对于过去曾经加入过的组织提供具体信息,包括时间地点等等。 在I-485申请表后面的Part 10部分还有申请人,保证已经检查过全部表格内容,保证回答表格中所有问题和填写全部信息属实的签字。 面试会在移民官的小办公室里面进行,申请人要宣示提供真实信息,有时会有录音录像。 在I-485或者移民签证面试时,移民官有泰补、热情友好的,也有不苟言校公事公办的,甚至有的人会从各种角度旁敲侧击, 看申请人在言语上是否有漏洞,是否出现矛盾,或者落入陷阱提供移民法不认可的解释。 比如,有的申请人可能会说,我年幼无知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,不知道这个事是这种性质。 别人告诉我说如何怎样,或者告诉我说应当怎样,所以我就听从了。 我看见别人这样做所以我也就跟着做了。 我其实不想这样做,可是我没有表达出来。 这些,都不是移民局认可的合理解释。 申请人应当立足于理性、逻辑和证据,而不是依赖感性诉求。 面试结束后,尤其是在对一些问题反复追问后,移民官一般会打印出问答内容,由申请人确认并签字。 如果移民官没有这样做,申请人可以提醒对方,并认真检查兑换内容,防止在面试以后,收到后续通知时,才发现记录下来的回答,和申请人自己记忆中的回答不一致。 对于I485表上的问题,包括一些敏感问题,面试的时候移民官还会当面再问一遍,并且要申请人确认回答并签字。 我们建议申请人在填写I485表格的时候,和当面面对移民官的问题时,如实回答,并加以解释。 这样,在以后的几十年可以放心,不会为这个事情而担心,不会影响已经取得的刘卡甚至国籍。 反过来,申请人对美国政府隐瞒实际情况,可以造成严重后果,包括申请被拒,以及终身不能进入美国等等。 很多人没有考虑到,除了个人陈述,还有计算机时代的各种数据库,包括泄露和网上查询,网上信息的类名单和图片,各地的报道包括来自学校和工作单位对人员和活动的报道, 以及知情人和曾经在同一个单位,学习工作的个人可能提供的信息。 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给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建立了秘密档案,使用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线人,保存了几千万份文件, 到柏林强调他后这些文件得到曝光解密,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群提出查看,影响到很多还在世的人。 美国的法律制度注重程序正义,前总统克林顿之所以陷入麻烦,主要不是因为他和白宫实习声有染, 而是因为他在提供证词以及对公众讲话时,否认和那个女生有新关系, 受到了美国众议院对于伪证的调查。作为律师,克林顿提出了接受口交不算性交的解释, 最后他没有下台,但是因为在提供证词误导,而被罚款九万美元,付了罚款,没有上诉。 他的律师执照被阿肯瑟州调销五年,又付了两万五千美元罚款,并且被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出庭资格。 如果人数众多的无证移民,比如小时候多度进入美国一直留下来的,都能够继续留在美国, 取得工作许可,并且有可能取得掠卡,而出生在中国的各类合法移民, 包括有博士硕士学位,或者专长的S85申请人,和移民签证申请人, 以及有亲属要在美国团聚的申请人,要在美国投资创业并且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的申请人, 却因为道听途说,抱有侥幸心理,或者草率拷贝网上的简单文件, 并被误导而出现问题,那很不值得。 如前面提到,对于一般人,普通人,如实陈述并且解释,就可以解决问题。 我们帮助很多有这种情况的申请人,顺利获得了旅卡批准。 如果是已经收到了RFI,NOID,或者申请已经被拒,那么就要更复杂一些, 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也仍然可以有解决方法,除非申请人是因为故意隐瞒事实, 或者故意提供错误信息而造成申请悖剧的。 中国有9000多万组织成员,每十几个人里面就有一位, 在城市居民、国企员工、政府部门、中高收入阶层和访问美国的人里面, 这个比例应当更高。 这类数据是公开的,在各种媒体包括网站和自媒体上面,也经常有报道, 包括中国的大学和单位,组织各种活动的报道,包括照片和姓名。 如果在办理i485申请和移民签证的人里面,自数式组织成员的人数比例非常低, 那显然不可信。 我们的经验和观察是,美国移民法以及相关规定和案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, 对绝大多数有这方面背景的旅卡申请人来说, 可以提供一份书面说明,解释相关情况,获得批准。 如前面提到,申请人需要注意多从理性角度、逻辑角度来论证, 用证据说话,而不是诉诸感性诉求。 比如,讲到我很喜欢美国,很希望待在美国, 这不是移民局接受的批准申请的理由。 你需要,一,陈述事实,二,大事实和移民法律法规, 以及移民局的具体文件或判例联系起来, 三,解释你为什么符合要求,为什么你的申请应当获得批准。 论述需要简洁,清晰,到位,to the point。 另一方面,除了演义说理,还可以使用类比方法。 比如说,对于为什么是组织成员,前因后果,意识形态,政治角度, 经常不容易说清楚,但是举一个例子或者类比就很简单。 总之,因为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, 目前申请形式虽然比以前有所不同, 但是只要认真准备,I-485申请,移民签证,各类非移民签证申请, 以及在美国境内的签证身份,转换和延期,还是可以顺利批准的。 如果有更多具体问题,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频道视频和微信公众号文章, 发信到info at nwmlaw.com 联系我们,每年有几万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, 包括相当比例曾经有组织成员身份的人, 获得美国绿卡,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获得各种美国签证, 以及工作许可,他们的知识能力,技能学历,聪明才智,收入资产, 社会关系,各种机缘,不一定达到你的水平。 他们能够做到,能够成功获得申请批准,你也可以。 新卫名律师事务所的服务,我们目前通过网络工作, 为客户准备和提交移民和签证申请,解决问题, 并提供咨询和讨论。 当前客户和潜在客户,可以主要通过email联系我们。 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,帮助了几千位客户,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。 请参见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众多文章和视频音频内容, 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的三百多个视频, 了解移民和签证方面的各种详细信息。